大家好 欢迎回到《整香煮》节目视端 今节有我许禅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英国首相施己燃 在没几天前参加巴西G20峰会的时候 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会面 整个过程都是顺利的 而且看到施己燃都表示了 希望大家可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都很客气 很礼貌 不过有些小风波的 有些记者会问 你会不会去谴责 关于47人初选案的判刑很重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说 他就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只是说希望和中国方面的经济合作 和互动和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 他不回答你代表什么呢 每个人的心里想的答案也不同 这里我们就不去猜测太多 或者说太多 不过以英国方面 他们总会有一些国会议员 或者可能这个那个 又出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 去说这件事 这些光环的 拿起来也没什么所谓 不拿也不见得损失很大 这些香港人有没有什么好处 能够得到其他议员 我们不知道 但是看到手上就知道 两者的选择 当然不会选择那些 所谓的抗争者 我之前的节目也提过了 你们不要这么吵 或者有这么多的声气 这些问题在国家方面 引来大事报道的时候 再在这些社交媒体反弹 英国的时候 就造成一种舆论 再吵下去 就会产生 一些国际间的 不那么好的关系 可能会慢慢形成 网络的力量 我们不可以完全低估 你看这次 特朗普的总统大选 能够重返白宫 EonMars的社交媒体X 绝对是一大功臣 回来吧 正当希望大家 恢复经济关系 一步要怎么做 英国也要给大家一些诚意 大家看到才行 我才相信你 不是只有口说的 那就精彩了 其实在十一国庆的时候 都有一帮流亡的也好 政治庇护的也好 难民的也好 走到伦敦的一个地标建筑 伦敦塔的旁边 应该可以说是 那里就是英国皇家驻币厂 那里就会打算 在一个叫中国超级大使馆 令到那帮人窄窄跳 尤其是通缺反英国港桥协会的 创办人 郑文杰 就带头在那里吵 记住 你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接受 这些庇护的通缩犯 竟然 教回英国政府 转头 不能够接受 抗管的计划 还说 不能够 让中共的影响力 在英国进一步加深 还说要尽力 阻止 这些错误的发生 还教回英国政府 转头 呼吁他 要迅速行动阻止这个计划 否则就会太迟 相当厉害 当时我还看到一些照片 真是瘋了 又有BBQ 又在那里 杀溪钱 又在那里 烧溪钱 应该是烧金人医治 又放一些五星旗 在那里踩 又拿着一些黄膳 又叫人签名 又射那些强光 整个CCP 又打个交叉 其中一个保安 指着这里 是私人的建筑区 叫他们不要再走过来 记住 厂的位置 不是很多 因为地位很大 但是人就不是很多 只有两个 其中一个 够胆来 已经算很厉害了 你看到那群人都发疯了 后来也有警车来 他们用回香港那一招 叫口号 合走保安 幸好警车来到之后 总算是好一点 搞到一头烟 他们那次 除了他之外 还有什么难民港人组织 什么港门 那些东西 又说一定要出来 又说就算什么下雨 都要祈祷 不知道干什么鬼 好像是牧师 还要带小女儿上台 小女儿还要参加这个祈祷会 要什么改变未来 或是神经病 他们就瘋了 老实 我想国家方面 应该都知道 你们有这样做 不过 有没有出什么声 对不起 以身份来计 你只不过是通缩犯 通缩犯 还说要在英国 给你一个机会 留得低了港桥协会 给你充斥一下场面 好心就搞那些移英港人 找工作 心理支援 播放电影 教大家写书筷 做叉烧包 就算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记住 此时 因为在10月的时候 那个变化 未必可能去到 今时今日那么大 虽然他们也有说 这个工档是投共的 甚至乎 又有派一些官员 去到中国方面 就做外访 看到整件事都很客气 不过 他们也有对黎智英 在那里说三道四 也有些人在吵这些 精彩了 刚才听到 郑文杰就领头 去了前皇家 驻币厂 做了一宗 风雨中抱紧自由 他们有很多机会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经常都下雨 有时会刮大风 一冰天雪地 更精彩 你们慢慢风雨中抱紧自由 风雪中也还可以 快点去 别傻了 好了 我们看到最近什么事 就是之前的故事 就告诉大家 因为怕听众没听过 或者不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事 据说 司纪仁就在 18号的时候 就是今个月18号 就说和习主席 讲电话的时候 有提起 中国驻伦敦 超级大使馆的方案 司纪仁也有提到 说之后 他们会 采取 行动去 介入申请 现在就会 循着法律的程序和时间表 去做事 一出消息的时候 代表工党 要介入申请件事 看到他们的国会 看到都吐血了 立刻有在野保守党的影子司法大臣 Robert立刻大骂 总之有一些人 叫影子 当然是来监察你 表面上叫监察 但实际上 你做什么 我都吵你 你做什么 我都吵你 他就 说 司纪仁 你这样说 习主席 向你施压 施压了你们 这样 拆手 批评 司纪仁 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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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好笑 重要的事要说三次 为什么司纪仁和工党的民望这么低 你记住这些那么疯狂 那么爆炸性的东西 或者情绪性的说话 那些人看得很过瘾 也看得很享受 可能你不看内容的话 只看标题 那就麻烦了 看到这个Robert这样去 骂工党 或者你对于政府有些不满的时候 你见到有人骂他软弱 你可能没有看什么事 但你就会觉得 对啊 现在人们都这样说你软弱 那你就更加恨他 可能不问情犹 或者再加深了 对工党司纪仁政府 他们现在的怨恨 说回多一点 其实国家方面 在2018年 就以2.5500英镑 去扣入了 占地药膜2公顷 这一块地皮 除了说有大使馆的主流之外 还可以容纳到250个职员的宿舍 里面还有一个 文化交流中心 还说如果顺利落成之后 就会是中国 在全球规模最大的 外交设施 他们是很坏的 还会说 比起所有国家 在英国的外交建筑 都要大 就是觉得 哇 要不要弄得这么大 在伦敦这里 其实大也好 小也好 那又怎样呢 就是他们会觉得 在里面会搞什么渗透 如果大也好 小也好 都可以搞得渗透 如果你们要这样屈的话 对不对 话说 在2022年12月的时候 塔川市的议会 就一致否决了计划 因为议会接到 至少有51份 由居民提出的反对意见 又说什么人权问题 又说担心会装多些闭路电视 又会什么监控系统 令到附近的居民的资料都会被搜集 这些乱说就当被吸 反而是更加安全 大家都知道 这些领事馆的范围 就是保安严密 对不对 这些到时候有什么影响得到 相关国家的大使馆 也会引起外交风波 又是麻烦的 所以大家都是份外小心 建在附近可能更好 这些很明显有些是老屈的 有些更恐怖 说到会有引来恐怖襲击的风险 不要那么疯 其实后来就没有提出什么 腹核 就是国家方面 去到现在 重新再提这个计划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就会想 是否北京国家方面 想看看新一届政府的反应 究竟是怎样呢 接着又更好笑 现在施己言说完之后 隔了几天 给他们写信 有一群连名字 都不会出来 写给大家看的 在英港人 就做了一封 类似公开信的东西 很好笑的 他说 维护香港自由与权利的 道义责任 这个就是一封信的标题 就给施己言 大家看到吗 或者听到吗 即使郑文杰 之前10月1日 带头是威是势 搞的这一堂 他现在看到这个境 他缩都缩不及了 都没有出声说什么 之后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告诉他 《摩康编辑部》 许珊这样说 你是不是缩沙 可能是吗 可能他都不敢 为什么 你再出声 就是将你整个 英国港桥协会 用一些行政手段 将你做低 都可以 很简单 不允许牌照 或者不允许 组织的经营权利 收回 那你就即死了 很容易 好老实 只是查这盘数 这班人 骚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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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这盘数会干净? 查两查 你立刻睡在那里 不用再做一次 英国港桥协会 难道到时 英国政府打压你 你敢不敢 一定不敢 你是通俗犯 随时踢你走 递解你回 mình 词 你好可笑 不过机会 微ист 这样开始 不过非常夸张 回到这件事 整封信说 要向C 故言 施压 你连名字都不敢出来 你抹起暗角 你一班也好 整对兵都没用 什么叫维护香港自由与权利的道义责任 即是他们口说 给一些移英港人 BNO签证 又说什么道义 又说什么人道 这个说而已 这么道义这么人道 就不用5加1 一来到就立刻给你变身做回英国人就算 跟他们同等 那就不用搞那么多 为什么要5加1 其实他的道义都是表面上的道义 还好笑 看到施纪然和习主席见面的时候 很强调一个点 就是要有强而有力的中英关系的重要性 虽然施纪然曾提过黎智英案 但他们对于关注中英两国的经济发展 比起这些什么香港人 甚至乎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朋友的自由 和权利和潜在影响 你是不理的 即是他觉得你有中英联合声明 这件事就要看着香港人 照顾着香港人去到底了 即使他觉得当了一个神主牌 那个神主牌就是黑着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有些什么事就捧着神主牌出来 就向我走 你要帮我 当初这样 这个BNO签证 说到底都是一门生意 其实不要说 只是吸引他们这班人去英国 只是那本BNO签证 你想想 那里假搞 要多少钱 又DHR要申请 又要补办 又要这样又要那样 再去到又要报名费 又要这样又要那样 只有20万人的话 不要说过去 你只是申请再加一本BNO 都是亿亿的收入 你想想多夸张 这些去哪里找 就去香港人身上找 这些多开心 回来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以为真的叫做 担心你们 要帮你们 那当然不太简单 如果收拾你这班人回来 遲些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不对 要改变策略 不像加拿大 就是这样 不要让你们 拿到定居的身份 减不了入籍 那你就一命护肤 顶得到就顶了 顶不了的就回香港 好过加拿大 什么呢 加拿大就连工作签证都没有了 因为变成了 visitor的身份 他们申请不了公签 因为他们的关键点 在这里 如果到时 不要让我大吉利是 嘎嘎嘎嘎说中 5加1 如果你们那一年 就进不了定居 到时就继续了 BNO签证到期 就再不让你申请 我看你们怎么死 到时整班同学 回来回流 那还好笑 真是精彩 回来这一件事 还好笑 要敦促英国政府 智力捍卫民主和人权价值 你叫人家这样做 就是说人家没有捍卫民主 没有捍卫人权价值 还好笑 就说 你英国作为人权的坚定捍卫者 你知不知道你的角色是这样的 你领导下的工党 是不会放弃你们的义务 和民主价值观 这样才令到 在英国住的香港人 感到放心 你是不是傻 你应该很不放心 你会这样做 一帮无名无姓的人 就去叫你做这样做那样 这么傻也有 为何这帮人不脱脱脱 照一照自己的样子 不过记住 这个施纪然在国会 跟他们说有一套 可能会去谴责 但实际他就不会 总之会提出什么人权 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但到时你要去做的时候 他是不会做的 或者暂时不想见到什么 那些叫做挺港的国会议员 或者是政界的那些 即是英国 他们都有吵这个施纪然 说他是为了做生意 贸易 或者是对于他们那些什么 不作声 那就很好笑 就说不要再跟我说 香港抗争者那些 会stand with Hong Kong 就是不要说这些话 这些就是那些 政棍 抽水界那些 就拿出来抽水 其实全方位 什么都拿施纪然来奉 这个政府 也要做到这样的 希望他做出好戏 如果能够和中国方面 达到一些好的经济平衡 和贸易 大家协议得到的话 尽快倾成一些贸易伙伴 关系回来 大家都有一口好吃 其实齐齐找到钱 改善国民的生活 那些东西不要卖得那么贵 人工高些 或者再有其他不同的政策 改善好社会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这样才是 如果窮到窮 没有那么多 公园多大 草地多疗阔 都没用 行公园 我肯定是填饱肚子 最重要 因为冰天雪地 拍照看得很漂亮 但是走下去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 都冬到滴滴震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回到家开暖气 又贵 现在英国的环境又不行 你想怎么办 这班无名无姓的傻X 希望他们不要搞那么多 郑文杰都不出来搞这一堂 似乎看到端倪都不顶 好 今次就说到这里 希望最好将这些郑文杰 罗冠聪 即使用行政手段 掃地出门 那就最开心 好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